第二届台湾景理文化节将于10月21、22号两天 在南投县会展中心热闹登场 有景理总和大赛、相关产业联合发表会 以及拍卖会、景理推广赏息导览解说、公益讲座及景理写声比赛等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21日下午起更开放一般民众自由参观 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欣赏景理之美 台湾景理发展协会在县普中厅举办活动精神会 该会理事长石兆华表示 今年的景理文化节共有来自全国各县市60多家养殖者 以前多条景理层次 并邀请到20多位来自亚洲各国的国际级评审裁判令令指导 希望届时提升台湾景理赛的水准 并让更多民众认识景理养殖产业文化 欢迎大家令您见赏 这次全国的一个比赛的数量1000多条 那参加比赛的会员有60几位 那我们协会里面的业者也大概40几个业者 都会来参与这次的展会的一个情形 我相信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会给我们景理协会有不同的诠释 而且在50年来这个活动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国外的审查工作 到我们台湾来做一个审查判决 所以在这次的比赛也是相当的激烈 而且我也邀请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参赛者到台湾来参与这次的比赛 让台湾的景理能达到有一定的水准 也希望说借助我们媒体能透过报导 让更多人能了解景理的一个比赛过程 县佛秘书郑渝表示 借由台湾景理发展协会推广爱玲的雅致风气 提供丰富的景理相关视讯 同时也可以结合观光旅游带给民众不同的休闲体验 那这次的活动是从10月21号 22号在我们蓝头县的会展中心来举办 我们蓝头县一直在资历与推广我们的产业观光 以及我们的文化活动 那希望说这一次也把不一样的一种景理文化产业活动 把它导引进来 希望外界的游客除了来蓝头县游山玩水 采买我们的龙特产品之外 也能够了解到说蓝头县也有景理的文化 那景理就表示说它的体态不优美 那能够养殖它是表示说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相信说大家看了之后 可以提升我们更好的一种心理的活动 也可以多多的来蓝头旅游 此次经理化解活动是以经理总和大赛 及相关的产业联合展售发表会 回属轴 辅助联合拍卖会 以及经理推广欣赏讲座供应等活动 并举办台湾经理审查员 培训讲座招募活动 22号星期日上午还要举办洗身活动 开发现场报名参加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永远前往